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晚,我们将聚焦于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高潮时刻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即将正式接受总统提名 他的演讲不仅是他个人故事的分享 更是他对未来美国的愿景展示 这一晚,还有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激动人心的副总统提名 接受演讲,以及音乐界大排如The Chicks和Jung Legend的精彩演出 无疑不让人期待 在昨天的活动中,沃尔兹以美式足球的比喻激励民主党员 强调哈里斯的坚韧与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注入了士气 而今晚的主题为了我们的未来 也将进一步强调哈里斯带来的改变与希望 随着各种名人和政治巨头的发言 这场盛会不仅是政治的盛宴,更是文化的盛典 从前总统克林顿的回顾到奥普拉、温福瑞的激昂演讲 无意不再传递着一个信息 团结与自由是我们的追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夜色渐浓 芝加哥喧嚣的街头逐渐陷入一片热闹的沉默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即将拉开帷幕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将在今晚接受总统提名 这一刻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全美关注的焦点 自大会开幕以来 哈里斯以多次现身会场为最后的盛大演讲做准备 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引发了观众的热烈欢呼 周一晚上 当他突然现身芝加哥会场时 场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而在周二 他和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Tim Walls 一同前往密尔沃基 吸引了约18000名支持者 参加集会 现场气氛热烈 哈里斯发表了一段20分钟的演讲 鼓舞人心 为他即将到来的正式演讲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晚 大会将在联合中心举行 节目预计在中部时间下午5点30分开始 虽然具体的演讲者名单和节目安排尚未公布 但据其他媒体报道 演讲者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 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西利 民权领袖阿尔·夏普顿 以及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藤 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出现无疑将为大会增色不少 回顾周三晚上的大会主题是自由 这是一个在当下政治气候中尤为重要的词汇 毕昂斯授权哈里斯竞选团队使用的同名歌曲在背景音乐中回荡 屏幕上一次又一次闪现着这个词 民主党人紧密地将自由与罗素维德案推翻后的声誉权斗争联系在一起 同时也利用自由这一论点 猛烈抨击共和党在同性恋权力 学校书籍禁令等社会问题上的立场 在会议室外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公园和火车站表达他们的声音 超过一千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 在周三经过一个早些时候亲以色列示威者聚集的公园 尽管大体上保持和平 但此前一天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56人被捕 当游行者经过联合中心附近一个新建的高架火车站时 警察在上方平台上将一人压倒在地 这一举动引发了数百名抗议者推向车站边缘 用手和旗杆敲打玻璃 呼吁警察释放那个人 几分钟后 那个人在警察的陪同下通过车站的紧急出口离开 没有戴手铐 这引发了人群的欢呼 大会的第三个晚上 政坛和娱乐界的大腕们接连登台 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亮点 国宝级音乐家斯蒂夫 旺德以一曲 Higher Ground 点燃了全场 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则展开了他在第十二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岁月的沉淀 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期盼 诗人阿曼达·戈尔曼带来了一首 全新原创诗 This Sacred Scene引发了观众的深思 美国的知名主持人和慈善家奥普拉·温福瑞 也出席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的话语如同一记强心针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夜晚 前总统克林顿的演讲尤为引人注目 78岁的他在台上感慨道 我不知道我还能参加几次这样的大会 从1976年开始我一直没有缺席过 但如果你投票支持这个团队 让他们带来这一股新鲜空气 你将为此感到自豪一声 他的声音虽不再如从前那般洪亮 但依旧充满力量 他呼吁民主党人与各邻里交流 尊重彼此的差异 进行文明的讨论 夜晚的氛围被奥普拉·温福瑞的演讲 推向高潮 这位被誉为美国良心的主持人 以他一贯的真诚和激情点燃了全场 自由不是免费的 他说美国是一个持续进行的项目 它需要承诺 需要民主的努力和心灵的付出 有时候还需要站出来 面对生活的欺凌者 他还巧妙地讽刺了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 范思对无子女的猫女士的评论 赢得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 随着时钟的滴答声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最后一个晚上 今晚的演讲将是哈里斯 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重要时刻 他将在全国观众面前 阐述他的政策主张和愿景 这一演讲 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辉时刻 更是民主党未来的希望所在 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对手 都将屏息以待 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灯光 照耀着芝加哥的夜空 卡玛拉·哈里斯的声音 将通过电视、网络 传达到每一个家庭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一晚都将被载入史册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卡玛拉·哈里斯是我们时代的领袖 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将会是划时代的 就像历史上那些伟大时刻的演讲一样 他的发言将会激励人心 我们可以回想起当年马丁·路德·金 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我有一个梦》演讲 那是改变历史的时刻 哈里斯的讲话也将会是这样的 他将会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甚至可以说 他的演讲将会是21世纪的《我有一个梦》 楚天书 你这样说可真是太高估了哈里斯的演讲了 就像我们说的 鸡蛋糕虽好 也不能当饭吃 演讲再好听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你看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演讲 像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我们将战斗在海滩上》 那可是战时需要的鼓舞 而哈里斯的演讲顶多也就是个拍脑袋工程 更何况 他在演讲中可能又会是老调重谈 说些自由平等这些口号 还能有什么新意呢 琪琪 你这样说可真是太低估哈里斯了 先不说他过往的政绩 光是他成为第一位非洲裔和亚裔美国女性副总统 这一事实就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了 再看看他在参议院期间的表现 他可是那个敢于挑战权势 为低收入家庭争取权益的人 他的演讲不仅仅是空话 而是充满了航动力 就像当年罗斯福的新政一样 将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楚天书 你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哈里斯的粉丝团团长 事实是 无论你怎么夸他 他也改变不了现实 你说他敢于挑战权势 但他在处理边境问题上 可是被批评的一无是处 再说他在推动政策方面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打嘴炮谁都会 就像我爸是李刚一样 只会喊口号 没有实际行动 你真的觉得他的演讲能改变什么吗 琪琪 你这样说可真是净说风凉话 哈里斯确实面临挑战 但他也在努力解决问题 这需要时间 他在处理警察改革和刑事司法改革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再看看他在能源和环保政策上的倡议 他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和减少碳排放方面 也是一直在努力 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不要因为一段路走的艰难就放弃 哈里斯的努力值得我们的支持和期待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你的变才无碍 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 哈里斯在演讲中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也改变不了他在实际政策推动中的掣肘 他的自由口号听起来像是广告词 就像牙膏广告一样 光说亮白牙齿 实际效果如何还得看时间 现实是他还需要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而不是光靠演讲 6度解析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